两位抢弓流选手怎么打着打着局面成了一边倒 金婷用了哪些办法让快男快不出来了 大家好,欢来到23年亚济赛的赛场 我是光影 多年又疯狂提速杀出的路光组织后 决赛就遇见了金婷 那么到底是快男的速度更胜于仇 还是金婷信用手法现实更好呢 开心上来,两人就争斗劲吧 金控网抢弓 推底线若过度质量不好被抓 落叶斗网抢弓 金同样的斜法点阶子逼压 正路进网 紧杀弹网 继续领了逼压 落停动快批,结果输 想快队转身 结果落反手拦截 落赌边成功 金想紧紧往前结果落摆脱后场 落抓过度发起臂压 反复打精英的两边转身 金拦截打转身成功拿下回合 这个网友的侧放今晚公司奖章的发一枚 金王突然快速转身 这次就已经摆脱输入 往前分球比起球 若赌边成年也顶不住连贯的杀伤网 金想快推 但是没有速度跟弧度 就被半场扬了下来 小洛想回放空网 但是被注意力在网中心中抓了个通道 前面有人进攻威胁作为基础 这遍眼节奏就可以更好一片手丢战位 快追过顶 再抢脱就逼出击球 王先洛主动发几避压 但是却是不足率先失误 最终在进行进攻杀川之中 第一局比赛结束 今天在往前的手法细腻 不然有着细腻的进网争斗 还有着丰富的球能动作 这样若根本在进网拿不到主动权 后场就拿不到进攻权 这些的速度优势完全没有办法发挥 来到第二局 两人还是争斗进网 经假动作比起球 但是球太盗位没机会 往前想发几避压 结果被反打 推金的转身抓往前 但是郭队后场反倒是让洛被动 金家里抽牙摆脱推的控制 洛甚至直接失误 因为一直拿不到主动抢攻的机会 洛的节奏完全混乱 即便拿到后场的机会 自己也出现失误 阶线后路还想正着进网 但是洛王斗不过心心 也选得非常无奈 一两人 cũ王抢攻对攻 一两人 依旧曝王抢攻ividade 攻 简单的推到转身 又让我摆脱失误 此消彼长 金庭这边甚至直接滚网 直接揭发皮压扁节奏 最终在洛杰用自己的底线外跳杀下往中 金庭拿下了整场比赛 某些吸引的手法价值停顿 这让洛杰在进往平行之别 完全拿不到金王主动拳 若没有办法发挥进攻与速度优势 就彻底没了办法 好了 这是本期压紧赛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长按点赞三连支持我下 如果想要观看其他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光影 我们下期再见